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钱应该是大家最常见 也应该是最容易入手的法属纸币之一 发行年份是从1932年到1953年 由法兰西银行进行设计和印刷 期间有进行过一些小修改 钱币的设计师和雕刻师跟之前介绍过的法国本土500法郎的和平女神是同一主人 这张钱有意思的是他将设计师和雕刻师的名字印在了钱币的正反面的左下角和右下角 分别是Sébastien Laurent和 Georges Ouvrier 这张钱的设计总体比较简约 色彩比较鲜艳 而且含有很多东方元素 像是正反面的人物 边框 再加上中文字 让人感觉倍感亲切 虽说法属印则是三个国家 但是这张钱是偏越南的 下面来看一下钱币的正面 主要人物是一个穿着四身袄的越南妇女 四身袄是越南的传统民族服饰之一 跟中国的汉服有点类似 流行于12世纪到20世纪早期 古代的越南人穿的四身袄也颜色比较单一 偏向于书色 钱币的正中央是位于越南中部古都顺化的孝林 大家听过祝元璋的明孝林 但是没有听过越南的阮孝林 阮孝林埋葬的是越南的民命地 他是越南阮朝的第二代君主 在位期间是1820年到1841年 在位期间想把越南建设成像清朝一样的帝国 越南的疆域也达到有史以来最大 明命令位于越南顺化寺的锦记山上 1841年明命地逝世的时候 孝林还没有完工 一直到43年才完工 明命令坊造了中国明代的皇陵基本配置 属于直线状配置型 背靠三面谷地 含有陵门 大火门 碑亭 石森像 寝殿 方正明楼 宝城 宝顶 规模比中国的小一点 虽然在整体配置上和命名上跟中国差不多 但是建筑上仍然保留了越南的传统物结构 前面上的这两个建筑就是很好的例子 也反映了明命地在积极追求中国文化的正统 但仍对自我文化价值有肯定 再过来左边处的水印是 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递信息的使者莫求力 从上往下分别是 东方会里的法语名 一个留学号 法律条款 下来是行长和副总经理的签名 最下方的方框里面是面子 法语与皮亚斯特 再来看一下前面的反面 主要人物是头戴斗笠 光子身子 挑着两男亲耶的越南男子 背后是一片田地 散养着几只黄牛 还有一个佛塔 正反面不同的是 正面全是法语 反映了法国作为母国的地位 背面则有中 月 老 减四种文字 出现月老减三种文字 很容易理解 但是出现中文 一是因为法属印子里面 经济最强的越南还流通着中文 二是华人对当地的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是还是因为法属印子里面有一块飞地 在今天的湛江 也就是广州湾 钱币在法尾上除了钱币正面的人物雕刻上比较细之外 其他地方处理的比较模糊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法尾就是水印 个人感觉比同时期的法国本土法郎更为清晰 在版别差异上这张钱总共分了三个PIC 分别是早期的蓝字版 中期的红字版 还有二战后 减老月三国货币发行局的和平版 按发行量和存置量来说 早期版和晚期版因为时间比较短 所以存置量比较少 中期时间比较长 所以存置量比较多 再来简单介绍一下三年版 在原有的基础上将文字由蓝字变成了红字 发行机构由东方惠林银行改成了 减老月三国货币发行局 法律条文由原本的引用法律条款 改成了造假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签名的副总经理改成了中央出纳 背面的中文被删去 月老减三种文字的顺序被改成了减老月 好了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点击订阅点赞 谢谢